好,最后带你来看到慈激大学传播学系107年级的毕业成果展 迁徙岛Pusser Island之前在台北展出获得肯定 8号起则移师回到花莲的慈激大学在大爱楼展出到12月10号 集合来自台湾、韩国、澳洲等不同国家的慈激大学传播学系107级毕业成果展迁徙岛Puzzle Island 12月3日在台北松山文创开展为期三天获得肯定 而即一起到10日,则移师回到花莲慈激大学大爱楼展出 在8日下午开幕,以迁徙年出生的107级学生为主角 象征彼此在台湾岛上迁徙而居 用各自的文化背景拼凑成这次避展主题迁徙岛 今年各国民手上的册子跟机票其实都是精心设计 因为对于我们的学生,我们有大概20几个外景生 那其实是没办法在今年暑假回家的 甚至有的从去年就没办法回家 所以包含这些的原因,然后再加上 我们自己其实也很久没有出国 所以透过这个方式将护照跟机票呈现出来 然后用不同的形式去让大家来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每个人就像一个一块拼图拼起来一样 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名字叫Puzzle Island 那也邀请各位公民踏上清洗岛去探索我们的作品 我们传播系这一届,107集的这一届 是历来那个怀疾成最多的 差不多四分之一 那他们这一次的作品也是历届以来最多的 当他们开始要做避制的时候,事实上碰到疫情 而且刚好13集就见了 所以很多同学事实上是在这一个不断的变动的情况底下 去调整自己,然后还可以展现出这样的一个成果 那也展现你们班的一个个性 还有你们自己一个突破,自己的一个决心 今年36件学生作品呈现疫情冲击下 以纪录片、图文、新媒体等多元面向的创作 像是紧扣时事以短片纪录运奖的防疫计程车 探讨社会婚姻或同婚或韩国青年自杀率较沉重议题 还有首会花莲街景的走马看花 记录花莲蜜香红茶的蜜香 涵盖旅游、文创以及社会关怀等 本来就是要拍关于花莲的计程车的议题 但是因为疫情的影响之下 我认识了大哥他就选择去跑防疫计程车 我觉得防疫计程车这个议题会比较更贴近于我们社会大众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直接顺应下来就是继续录制这样 比较困难的部分就是也要做好自己的防疫 因为毕竟这也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环境 就是用画来记录一些花莲是我觉得有特色的建筑 里面大概就是把花莲分成可能美轮啊市区这样大概做区分 然后我自己最有兴趣的就是我家附近就勾仔尾那一带 因为我觉得那里是很多老花莲人的一些记忆 然后那里的房子都很有特色 虽然可能最近在做一些都市更新 但是我就是想要把他们保留下来 即日起展出这十日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继续找邦远华理事报导